1992年5月18日 一条震惊娱乐圈的消息传出 年仅34岁 当红歌手陈百强被发现在香港半山区寓所中 因服用过量安眠药以及酒精 被紧急宋苑抢救 消息一出一片哗然 要知道在三个月前 他还在上海举办了赞比演唱会 称今后只为慈善唱 谁料三个月后经传来了噩耗 送院后经过数小时的生死角逐 他渐渐恢复了心跳 虽然有了微弱的脉搏 但他仍处于昏迷状态 只能依靠呼吸机等设备维持生命体征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也许是他对人世间在无牵挂 也许是上天要惩罚不尊重生命的人 昏迷了17个月的他 阴烛渐性脑衰竭 不幸辞世 年仅35岁 凭借一生何求 偏偏爱上你 今宵多珍重 等 等多首经典金曲 当时的她是炙手可热的音乐猜子 正值事业巅峰 为何会干出这种傻事 还有她短暂的一生都经历了什么 1958年9月7日 一个叫姚玉梅的漂亮女人 在中国香港的玛丽医院 产下了义子 取名陈百强 然而 纵使有了陈百强 姚玉梅也只是一个不受宠的二房太太 陈百强的爸爸陈鹏飞 是香港中环金宝表行的创始人 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富商 一位显赫 有名媚正娶的太太 太太为她生下了三男一女 不过 陈爸爸也没有亏待姚玉梅母子两人 陈百强出生后 陈爸爸就将他们母子两人 安置在自己名下的一处豪宅内 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虽然爸爸下班后 会经常来家里陪她玩耍 但每当夜幕降临时 爸爸总要回自己的家 父亲这个角色的缺失 以及父爱的缺失 让年幼的她非常苦恼 她狭小的身躯内装满了自卑 和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成熟 祸不单行的是 后来连浅薄的父爱 也变成了奢望 没过多久 她爸妈感情破裂 最终奋道扬镳 这对希望拥有一个 完整家庭的她来说 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即便离婚后的爸爸妈妈 依旧十分宠爱她 但她的内心却极度缺乏安全感 在那些寂静无助的日子里 音乐成为了她情绪的发泄口 一首曲子只要听上几遍 她便能把整首曲子哼出来 妈妈送给她的那一台 价值三千块的电子琴 成为了她儿时唯一的救赎 陈百强从小就展现出了 极高的音乐天赋 也许一般家庭的父母会很开心 可惜的是 她出生在一个 祖辈世代经商的大家庭 虽然陈爸爸是乐曲迷 非常喜欢音乐 但她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从商 将家里的表行做大做强 家里人不希望她唱歌 希望她将重心放在学业上 但她却无心学业 不仅热衷于参加校内各种音乐活动 还在学校组建了一支乐队 另外 在香港无线电台 也能看见她的身影 她在中正涛阿伦组建的 《温拿乐队》中课创过 演唱英文歌曲 她的过分张扬 也引起了爸爸的不满 为此 父子两人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争执 最后 陈百强选择了辍学 以此对抗爸爸的强势 陈爸爸向来说一不二 羽翼未封的他和爸爸对着干 无疑是自讨苦吃 陈爸爸心想 你喜欢音乐 我成全你 去美国学 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的国外生活 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单 他打预扬电话回来求爸爸 但陈爸压根连电话都不听 发现爸爸这条路行不通 他转头去爱求妈妈 1976年 心疼儿子的陈妈妈 顶着巨大的压力 将儿子接了回来 而陈百强在音乐上的绝不妥协 也为自己踏出了一条路 1997年 也许是担心爸爸 再次送他出国留学 陈百强拼命抓住一切机会 频繁参加各类音乐比赛 希望能在乐坛取得一番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年 他不仅获得了香港山叶电子琴比赛的冠军 同时 凭借原创英文歌曲 The Rocky Road 斩获了香港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季军 1978年 凭借原创英文歌曲The Sunrise 他再次夺得香港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季军 他接连拿奖 名利迅速扑来 长相帅气 歌声动听的他 自然也成为了资本眼里的香伯伯 很多家唱片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不过 他选择签约自己较为熟悉的百代唱片 1979年 凭借首张个人专辑中的主打歌 《眼泪为你流》 21岁的他 飞速窜红 拿下了1979年度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 一时圈粉无数 第二年 他接连推出了 不再流泪 几分钟约会 喝彩等多张专辑 每一张专辑都达到了白金销量 在人才辈出的娱乐圈中 刚出道的他 就有这样的成绩 前途可谓是一片璀璨 然而就在这样的盛况下 他却一点也不开心 他说 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 十分赞成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论调 在影音圈这条路上 他仿佛看似走得非常顺遂 出道几点风 但他这份顺遂背后可能是拼尽了十二分的努力和始终不认命 他一直在证明自己是优秀的 渴望被看见是人类极为本质的需求 如果没办法在亲密关系中得到满足 那么他们就会在其他的地方争取 在单亲家庭中长大 数字的他缺乏来自家庭完整的爱 他很受爸爸的宠爱 但这份宠爱又是有条件的 年少时他的理想也得不到家人的理解 先是辍学 后来又转学 成长阶段几乎没有朋友 几乎不曾被真正接纳过 万幸的是 他的第一个救赎者 在他22岁那年出现了 1980年22岁的他搭档张国荣 钟保罗主演了浪漫青春电影《贺彩》 他在剧中和16岁的翁静晶扮演情侣 两人在电影《贺彩》中出相时时 一人22岁 一人16岁 正知青春年华 情斗初开 一切都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1981年 两人又在电视剧《突破》中饰演情侣 接连的合作 让两人的火花也从戏内蔓延到戏外 两人频频被拍到私下一起看电影 吃饭逛街的照片 在他生日那天 他还特意为他献唱了 《金肖多珍重》 亲吻了他的脸 陈百祥的偶像是山口百慧 那时山口百慧和三浦友 是日本娱乐圈中公认的金童玉女 他俩私下互称对方是陈友和 吴百慧 在外人眼里 两人的各种行为都透露着恋爱的迹象 然而 他们两个人却从来没有捅破过那层玻璃纸 两人的这段微妙感情 随着一个比他大三十岁的男人的出现 驾然而止 对方让他很有安全感 他那颗漂泊不定的心得到了抚慰 错过红颜知己 翁庆今后 陈百强邂逅了比他小四岁的 赌王千金 何超穷 彼时的何超穷 还没成为千亿光国的继承人 他只是一个爱追星 爱打扮 爱唱歌跳舞的小女孩 1981年 何超穷以练习生身份加入TVB 并在电影突破中客串了一番 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是自己的偶像 陈百强 小迷妹的何超穷 哪能错过与偶像相处的机会 一个是才花横溢的音乐才子 一个是博学多闻又漂亮的豪门名媛 在迷妹何超穷不懈的坚持下 两人渐渐熟络起来 1985年 他还在陈百强的MV 深爱着你中饰演女主角 两人的眼里 隐约透露着彼此的心迹 爱意似乎要溢出屏幕 在他的生日会上 他坐在了女主人的位置 他说我们两人心思相通 我不开心时 他总会哄着我 哄到我喜笑颜开为止 得知他不慎已失了 价值200万的限量版手表 他立即托人帮忙找 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手表送他 两人经常成双入队 绯闻自然也满天飞 只要有他的地方 就一定会见到他 因此媒体也戏称 两人是连体婴 奈何现实残酷 在豪门里婚姻可能是一门生意 利益的牵扯与纠葛 会贯穿婚姻的整个过程 虽然陈百强家里 是当地赫赫有名的钟表世家 自己也是红头半边天的当红歌手 但这与千亿帝国的 赌王家族相比 简直就是小无间大物 不值一提 赌王对爱女何超穷寄予厚望 将他视为自己的接班人 因此他的结婚对象 注定也只能是那些 门当户对的千亿家族 传王许爱舟 非常看好何超穷 认为他非常有经商之才 而弥补自己 孙子在这方面的不足 而赌王也认为 许敬亨长相帅气 为人有礼貌 一拍集合之下 赌王和红燊 合传往徐爱舟 准备联姻 1991年 何超穷带着十亿嫁妆 嫁给了许敬亨 婚礼持续了三天 极其奢侈 在这场世纪婚礼上 陈百强 以女房哥哥的身份 出席了 从那刻起 他们两人的关系 最终只能归于 红颜知己和蓝颜知己 至于当时 她是以祝福的心态参加 还是痛失我爱的心态参加 无人知晓 感情不顺 再加上 在有些人的造谣下 她承受着 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她感冒不舒服住院 有人传她得了艾滋病 有人传她得了肝炎 本身 她就有一点神经衰弱 再加上外界负面新闻的接踵而来 她开始失眠 变得消沉 郁闷 常常需要依靠药物 才能入睡 之后 她写下了一声和求 偏偏喜欢你 等多首经典金曲 在音乐的世界里 她的情绪渐渐变好 1992年2月 她在上海 举办了三场演唱会后 宣布暂别乐坛 今后只为慈善场 理由是 心里不舒服 还是选择告别比较好 当时 虽然歌迷们都很不舍 但想着只要她开心就好 谁料 这次暂别 就是永远 1992年5月18日晚上 她在寓所 因已久服用大量安眠药 昏迷在家 虽然陈妈妈发现后 立即将儿子送往了医院救治 昏迷17个月后 34岁的陈白强 像一抹流光 毅然逝去 消失在灯光辉煌的 滚滚城市 在她的葬礼上 以为人妻的何超雄 不顾当地 丧葬习俗中已婚女性 不义复林的传统 以妹妹的身份 坚持为哥哥复林 送她最后一程 你送我出嫁 我却送你离去 在她的葬礼上 何超雄倒在陈白强妈妈的怀里 岂不成生 这是被视为接班人后 她难得的一次失态 面对商场上的耳鱼 我炸 她没有哭 面对复杂家庭中的勾心斗角 她没有哭 面对商业联姻 嫁给自己不爱的人 她也没有哭 但这次 她再也忍不住 卸下了身上的面具和盔甲 哭得不成人样 这泪水到底代表着什么 有没有掺杂这别样的情感 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而作为局外人的我们 只能遗憾地说上一句 向来原浅 奈何情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